你说 我要是找个机会 和他们搭话 他们一高兴 会不会答应 让我加入六合邦 他们戒心很重 这怕你怨我会落空 我知道他们这些人 瞧不起我这种底层 出来的 总有一天 我也要踩在 所有人头上 让他们来跪拜我 我 快点 又来了四个人 有动静 别出去 就待在这里 我就开个门风看看 不爱晒 你小子是不是六合邦的 五公 难怪我怎么觉得上手这么容易 原来抓了个废物 恰死不读戏 暗箭伤人 你是谁 我们并非六合邦众 也不是江湖人 只是正好在此借苏一宿 与此地恩怨无关 还请您高抬贵手 放我等一马 臭道士 啊 嗯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云妇花与不留衣 不愧是六合邦的二把手 外人都说云妇衣是傀儡 说这话的人 他是没机会领教过云妇帮主的能耐 阁下何人 放眼南夜国之内 已经很少有人能接下我这一场 你倒是有些能耐 阁下究竟是何人 你们在南夜国 我却要将南夜国之武运出国际 难道朝廷不能过问 今日之时 若六合邦肯将东西留下 我便不再与你们为难 你是南夜人 你是慕容沁 你除了有些能耐 还有些眼光 今晚慕容沁定是有贝尔来 我得把镖武带走 你跑不掉的 走 快点 快找 疼你死我了 饶命啊大人 吵死了 快点走 站住 没想到堂堂南夜国第一高手 慕容家主 竟连偷袭也要带着手下 传出去 未免让人笑话 云妇帮主都亲自出马了 我又怎敢妄子尊大 更何况今夜此地还不止我们 家主 厢房搜过了 没有我们要的东西 云妇帮主 若还在乎你手下这几个人的小命 就将东西交 妇帮主不要管我 慕容家主 无非是想要我们此行的标物罢 箱子就在厢房 你带人去拿走吧 气不如人 我自然没什么好说的 你那箱子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 还当旁人是傻子不成 真正的标物 只怕是被你随身带着 片刻不离吧 慢着 东西都在箱子里 里面有便是有 无便是无 箱子都已经任凭处置了 你还要我教什么